盐匣 阿瓏 麻烦 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那今天我要来为各位介绍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分水器 那就是 两边可以进水跟出水 这边有温水出来 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他是属于比较粗一点的 管径的 那细节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市面上的一个自动浇水的主流是三分 大概就这种管子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三分的 那极小面积的时候 用三分应该就是OK 可是你如果有稍微大一点点 就一定要用这种四分的 四分管 各位可以看出他的那个截面积差相当大 将近有一倍 截面积差将近有一倍 所以也就是流量将近多了一倍 那以我而言 我还是觉得这种四分对我来讲比较理想 那这东西该怎么装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罗帽 可以拆下来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导沟 那我们的这个水管就可以插到这个导沟上面 这个插到导沟上面 插进去这样子 那我这边已经有插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头 这边在这个地方插好了 那这样就可以把它锁住 不会掉 然后 这个位置是属于叫做四漆的两分小银管 四漆的话大家上网找一下知道什么四漆管 这内镜四外镜七叫四漆 等于说他在这个点他可以产生四个输出 那一个小黑管 可以做一个灌溉 那滴灌的话 如果说你数量不大的话 就是一条小黑管接一根这个滴水头 那目前给各位看的叫做插地八孔的滴水头 那基本上 我们是以一对一比较好 你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 也可以在中间加一个三通 这是叫正三通 可以在一分二 那如果说再分更多的话 就比较不恰当 因为这个八孔的消耗这个水量也是蛮大的 两支的话就是十六孔的 十六孔的话两分管的水流 支撑两个还OK 那如果四五根的话 可能就那个半径会缩小 就没办法喷得很开 所以说基本上一个点再分成两个点 那四个点就是等于八个点 一个单位来供给八个花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像这种三分管的话 事实上它也有这种六通 但是呢因为它的杠管比较小 所以你如果要弄到这个八孔的自动浇水的话 就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原则上也是建议各位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在配管的时候 尽量采取这种比较高通量的这个水管 那当然就是要配合这个 比较大一点的这种六通 这个叫做四分转两分四孔 变境六通 好那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 四分转两分四孔 变境六通 希望各位呢 在自动浇水上可以用得上 那各位如果需要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卖场去看一下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